以红白为底 再加上菱形与花瓣的图纹刺绣 制作成衣服或是书套 饰品等等 这是艺术家那舞 安娜 加阿维亚 带领那么小铐铐铐铐妇女 一针一线共同创作的作品 他把这些技法都应用到 他的生活用品一些 比如说做窗帘 或者是说像我们这边这个作品 就是用书套 或者是钱包 或者是那些皮雕 全部都应用在上面 还有现代化一些衣服裙子 就是一直让自己的那个手的记忆 一直持续 还有记忆可以一直持续创作 另外展场也展出 嘎那嘎那舞妇女编织的背带 希望透过文物再制 除了传承族群的传统记忆 也让大众看见嘎那嘎那舞族的文化 就是要把那个 以前嘎那嘎那舞族的文化 就是给它发扬 因为现在会做这种的 也是蛮少的 在别的部落市 我也知道是 觉得说原住民的背带 还是什么都 都有了 但是这个是嘎那嘎那舞族的 一种勾法 这些作品目前在 那马夏原住民文物馆展出 展览从即日起 一直到明年5月11号 民众可以透过服装刺绣 图纹与文物 来认识嘎那嘎那舞族 有一个记者的 各位同志们 高雄那马夏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